卢州监理站办理下乡考机车驾照是来到了石门区 不过民众却因为对于场地不熟悉 只有报名人数了四分之一 为了要增添考照率 监陆里长就向相关单位争取 石门在地的机车练习场 未来渴望在北海深安工前广场就近练习 甚至还可以当地考照 今年卢州监理站办理下乡考取机车驾照来到石门区 虽然不再需要周车劳顿跑到监理站考试 不过平时没有练习场地 加上又不熟悉监理站划设考场 因此今年考取人数只有报名人数的四分之一 为了要增添考照率 监陆里长向相关单位争取石门在地的机车练习场 未来渴望在当地练习 当地就可以考照 今年的10月6号 卢州监理站下乡来考驾照 跟办理老人的各种换照 那时候就是考后我们在检讨 报名有八十几位 但是实际上考取率没有超过十分之一 归结原因就是说临时的场地 以感应签画出来的 好像没有让民众练习的机会 所以考取率不高 那就说既然这样就找一块地方可以让民众认识的 就想到说这个场地应该够宽 来向庙方商量说 将来可不可以在这边做一个练习场 如果可以的话 这边又有我们的办公室 我们可以在这边现场考试 让民众更熟悉 地点就选在石门北海圣安宫前的空地 里长征询庙方及地主的意见 也得到卢州监理站的首肯 将会在庙前广场划设机车练习场的设计图 未来只要不影响庙方活动为前提 民众就可以就近在庙前的练习场来练习 而就近考取驾照也不再是难题 地平面的问题 我们公所会争取经会来 先孤平 然后再由监理站提供我们的 他们的规范 他们的标准规范 来这边划线练习 我们邱里长很热心 还联络我们公所还有卢州监理站 我们希望在这边可以设一个 机车练习场还有一个考照场 让这个监理站可以到我们这边 来办理考照 这样就可以免除我们这个 石门区甚至是三治金山这边的乡亲 要长途奔波到监理站去考试 一方面很远 一方面也危险 那目前第一个阶段 我们就是先处理这个用地的问题 那经过里长的协调 那盛安宫这边也没有意见 那这边的我们也邀请了 这个这块地的这个相关的地主 包括新北市政府的各个局处 来这边看 那大家都很支持这个想法 那所以用地取得没有问题以后 公所在就会进行规划设计 那我们希望在108年上半年 就可以把它这个规划设施工完成 带着监理站提供的新式练习场地设计图 里长与公所同仁们再度来到盛安宫县地勘察 近期内也将会把路考的设计图 划设在庙前广场上 公所与里长也期待在路考练习场地完工之后 民众就可以就近练习 让明年机车下乡考照的通过率再度提升 记者六平函十门采访报导